这个女孩一出生就长满了毛发 父亲看着她满脸嫌弃 一度想将她扔掉 只因为她刚出生 母亲就难产去世了 更何况她还长得像只怪物 好在通过医生的不断劝说 父亲还是将她留了下来 看她浑身长满毛发 于是给她取了个形象的名字 小美 由于父亲是当地火车站的站长 十分注重面子 害怕别人发现小美的异样 所以一直将她关在家里 还特地请了个乡下保姆照顾她 叮嘱对方一定要藏好小美 可百密中有一书 这天一个邮递员上面送信 保姆没有注意 抱着小美走了出来 对方一眼就注意到了她 毕竟从没见过这样怪异的孩子 等离开后 她忍不住将这件事分享给了记者 通过报纸的传播 大家很快知道的小美的事情 以至于父亲走在路上 总能看到别人怪异的目光 她气急败坏地回到家 拿起桌上的粉笔 在地上画了一条直线 不允许小美踏出一步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美终日闷在家里 总是哭闹不止 保姆不忍心让她受苦 提议带她出去透气 父亲表面上敷衍地点头 可转头却带回来一辆婴儿车 把她交给了保姆 还在纸上规划好了路线 让她带着小美在特定式时间出门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看样子父亲还是爱小美的 不久后 朋友告诉她一个消息 对方已经帮她找到了权威医生 可以帮忙诊断小美的病情 父亲很快便将医生请到了家中 只见对方拿起剪刀 剪下了小美一小撮毛发 经过仔细研究后 医生告诉父亲 小美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全身布满了毛囊 这些毛发不会自然脱落 将会一直伴随着她 得知消息的父亲虽然很失落 但好歹小美身体健康 她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 时间一化而过 小美逐渐长大 她还是整天被关在家里 只能透过窗户 看着外面玩耍的同龄员 眼睛满是羡慕 可每次父亲只要发现她站在窗前 就会将她抱起 强行关进小黑屋反省 因为父亲绝不允许别人看见她 等到了圣诞节 保姆告诉她 每年镇上都会举办盛大的欢庆舞会 从没庆祝过圣诞的小美 第一次请求父亲带她出去 却被对方果断拒绝了 晚上她闷闷不乐地躺在床上 眼里蓄满了泪水 父亲看着这一幕 内心很不是滋味 不禁怀疑自己一味地束缚小美 是不是真的错了 于是隔天她来到商店 亲自帮小美挑选了一双小皮靴 还有一身喜庆的洋装 保姆甚至还将自己的项链 戴在了小美身上 她看着镜子里的小美 夸赞她就像是个小公主 等收拾完毕后 一行人坐上马车 前往了派对现场 只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次派对却给小美带来了严重伤害 注意看这个女孩 她的全身长满了毛发 活脱脱的美猴王在世 大人们看见她 都不自觉地朝后退去 仿佛她是洪水猛兽 小孩子们看见她 却是极害怕又好奇 其中一个还壮着胆子 伸手抚摸着她细腻的毛发 听到这 小美开心地笑了 这是她第一次和同龄人交流 可很快现实就给了她沉重一击 正在表演的魔术师 看她长得奇怪 便拿她开刷 嘲讽她就像是只猴子 这让小美很难堪 下意识用行动反击了对方 父亲害怕事情闹大 立刻将她带回了家 想到之后都要受到 别人的冷嘲热讽 小美一脸崩溃 将所有物品推倒在了地上 父亲见状 再次将她关进了小飞屋 可就在这时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她的脑海里 竟然浮现出一串串数学公式 俗话说 上帝给你关了一扇门 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小美虽然浑身长满毛发 却拥有极强的数学天赋 父亲手下的电报员 只是闲来无事 随意指导了她几天 可小美却一点就通 甚至还会举一反三 自学了难度极高的摩斯密码 就算天才少女也不过如此 保姆不想让她的才华就此埋没 很快就遭到了父亲的反对 她不想让小美去学校被同学欺负 训斥保姆不要多管闲事 气急的保姆急忙收拾东西 天刚亮就离开了家 小美得知此事后 趁着父亲熟睡 悄悄偷走了她的剃须刀 想将自己的毛发全部剃干净 这样就能出门将保姆找回来了 可这一举动还是被父亲知晓 连忙夺过了她手里的剃须刀 要知道如果小美频繁剃毛 那么毛发就会长得像胡茶般坚硬 最终父亲还是于心不忍 亲自来到保姆家中 为之前的事情道歉 并同意了她的请求 这才将保姆哄了回来 在这之后 小美终于如愿来到了学校 开学第一天 同学们见到她 一个个瞪大了双眼 就像看到了动物园里的动物似的 等到了课后 孩子们将她围在一起 不断撕扯着她的衣服 甚至其中调皮的孩子 还硬生生揪下了小美的毛发 将她当成了自己的战利品 小美伤心地回到家 迅速换掉了破损的衣服 并将她藏在了床下 等午餐时 面对父亲的询问 她隐藏了被同学霸凌的事实 撒谎说一切都很好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继续待在学校学习 冬去春来 小美再次长大 与此同时 又一个消息传来 不久后首都医疗协会 将举办一场皮肤交流会 还向小美发出了邀请 里面全是业界大麻 或许会有解决小美问题的办法 为此父亲特地请假一周 带着小美前往首都 可没想到这次出门 却让他们遇到了 更为变态的事情 这个女孩太惨了 不仅全身长满毛毛 还被要求脱光衣服 站在舞台上 供所谓的医生和专家研究 只见一群人将她团团包围 毫不客气地剪下她的毛发 女孩羞愤不已 顿时晕倒在了地上 父亲得知此事 马不听梯来到研究院 将小美带回了家中 为了补偿小美 父亲破天荒地 带她来到了马戏团 在这里 小美遇到了很多身体缺陷的人 他们有的是连体因 有的患有巨人症 也有的患有侏儒症 更有甚者 还和她一样长满了毛发 台下的观众看着他们的表演 一个个都很猎奇 可唯有小美一人感到亲切 因为他们和她是一类人 回到家后 马戏团长亲自上门 邀请小美加入他们 却被父亲赶走了 可紧接着 一个噩耗传来 父亲负责的几笔公款不翼而非 他也很快受到了上级的审查 为了逃脱罪责 父亲毅然决然地让电报员顶罪 电报员和小美一失意友 对方心疼小美 心甘情愿将罪名承担了下来 与此同时 她也丢掉了电报员的工作 小美追赶着离去的火车 甚至没来得及告别 对方就已经远去了 因为这件事 父亲的形象在小美心中轰然崩塌 她也开始逐渐疏远父亲 最终她来到马戏团 主动要求加入 等保姆发现她写的信后 小美早已跟随马戏团离开了 转眼间又过去了几年 小美已经长得亭亭欲力 在马戏团历练过后的她 不再像以前那样自卑 甚至敢于穿着热辣的服饰 在舞台上纵情表演 但她并没有打算一直待在马戏团 闲暇之余 她经常会看书学习 并且每次演出所得的钱 也都会悄悄存放在箱子里 想要留作以后读大学的学费 黄天不负有心人 五年后 在小美的不断努力下 她最终如愿以偿 来到了大学课堂 但是却是以教授的身份 为学生们讲授数学知识 甚至还当着业界无数数学天才的面 当众发表演讲 从不敢出现在人前 到如今的侃侃而谈 可以想象 在这五年的时间 小美一定克服了许多困难 然而正当她享受成功的喜悦时 一个逝者递来了一封信 看过信的小美一脸凝重 她穿着一身丧服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一进门 屋子里堆满了东西 紧接着保姆走了出来 看见完全变了各样的小美 紧紧相拥在一起 原来是父亲去世了 可惜小美的改变再也看不见了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 小美再次踏上了离开的旅程 临行前 保姆递给她一本画册 是父亲临死前交代交给她的 打开后 里面全是父亲为她所做的画像 包含了她人生的每个阶段 看来父亲虽然表面上很严厉 可内心依然记挂着她 只是这样的温暖 小美再也感受不到了 电影《狮女传说》 改编自挪威畅销同名小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千万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目光 要坚信 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火